请不吝点赞 二酱 aler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 个赏支持 老板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妈妈厨房 有些网友跟我们说 正妈妈,煮動鱼 hows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2种鸡的食法 今天的使用 用蒸的方法做白切雞 千辛米酒雞 有1,400克 約2斤4兩 1湯匙粗鹽 2粒紅蔥頭 2片拍鬆的厚切薑片 1湯匙紹興酒 我們一起做 這是冰鮮雞 洗乾淨 尤其是湯匙的人已經切開了 在我飯煲焗雞 已經有和大家說怎樣去洗雞 你們可以搜尋一下 飯煲焗雞 很多人看 有很多淋花 不能吃 這些我們要清除 還有一條氣管 將它扯出來 還有雞頭 我們要預備粗鹽 我通常都會在家裡有粗鹽 粗鹽 我們不停在鹽瓦裡拿出來 把雞清洗 有些人會說 我不吃雞頭 不愛雞頸 把它切開 當然不用清洗 有些人說 蒸雞用來拜神 當然不要切開 當然要清洗乾淨 雞頭 雞頭 鹽 把鹽散開 鹽散開 很多散開 這條氣管 就切開 雞腳 把它收起來 在肚子裡 背部有兩片肺 把它捏出來 雞肚子裡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用玩得太辛苦 這裏 近肚子裡有些肥膏 你不喜歡 可以把它撕出來 雞肚子裡有些毛 我都把它清洗 還有雞皮 如果不切除 就一定要用鹽散乾淨 這些是排泄物的排泄物 所以我就說 要用粗鹽散乾淨 雞肚子裡用鹽散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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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肚子裡用廚房紙 把水印乾淨 我們的目的就是 不要水流流 最好是比較乾 不要水流流 一湯匙半鹽 灑進雞肝裡 讓它有些鹹的味道 吃起來比較鹹香 最好過夜比較入味 如果沒有時間 都要醃幾小時 因為鹽可以提升 鮮肉的鮮味 醃一點 放進去 每個地方都會滲透到鹽的味道 然後把雞腳塞進去 放在烤雞裡 讓多餘的水流出來 醃五、六小時 讓它入味 好了 雞已經醃了四個多小時 鹽拿一個 廚房紙再印乾淨 把紹興酒搓一搓 倒進雞湯裡 紅蔥頭切開少許 然後把它撒鬆 讓它的香味容易出 然後把它塞進雞籠裡 不要太多 這些香料放進去 會分散熱力 兩、三件食物就可以了 不要塞好 把酒拿去蒸 一鍋水 水一定要多一點 用蒸氣來蒸熟 煮了才放進去 這隻雞兩斤兩重 蒸23分鐘 鑊蓋不夠密 最好用布濕水 然後圍邊 蒸氣才不會讓它走散出來 剛才的火是大火 現在蓋了蓋後 就調到中火來蒸 蒸了23分鐘 蒸了23分鐘 然後關火 焗了半小時 拿出來 很漂亮 拿上來 先把雞湯放進去 然後再加一點麻油 雞的身體會比較辣 有時候在韓國飯店 他們的雞 掛在那裡的雞 都是很辣 很開胃 很想吃 麻油有香味 令雞更加香 如果熱的熱切 肉和皮會散開 等會冷了才切 因為整個大集團 很快 就在肉 砂糖 很快 小魚 可以把雞湯抹去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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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雞,完成了 到吃食時間 雞胸肉蒸得不好就會粗糙 所以試一試雞胸肉 肉真的很滑,很鮮嫩,不會粗糙 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分享,很不錯 我頻道內還有其他食譜,糕點,其他菜 歡迎去瀏覽一下 喜歡我今天的介紹,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頻道 訂閱我頻道的朋友,記得按鈴鐺 到時我的新面子就會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我Instagram和Facebo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下次見,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